欢迎大家收看大乘小聚 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可以说是年轻有为 甚至乎我可以用一部登天来形容他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他在90年代的时候在多伦多大学毕业之后 回到香港短短几年期间 已经在香港的电讯业自己创出一个新品牌 123 当时有被人称呼为奇迹创造者 之后他也去到旅游饭子工作 也去过两间不同的银行 任这个非常高位 也有这个越界轎王的称号 不过在刚刚的金融海啸 他就被裁员其中的一份子就是他 突然间失业之后 其实对他人生面对的态度方面应该是怎样呢 今天我很高兴能够请到他上来 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他自己的心得 你好 陈立叶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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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谢谢你 给了一个机会我和大家聊一聊 刚才用很短的时间 就说了一点关于你之前的情况 很多人一听到就马上说 你刚刚不专业几年 你就已经回到香港可以任到这么高位了 但是一路做你都是非常平稳 非常好的可以说的职业 当然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会喜欢被人裁员 所以当我接到这个信封的时候 其实也有点失望也不开心 因为尤其是过往我做了二十多年 目前的练习记录都真的不错 就算我在这间银行里面做的时候 其实我也帮他们拿了很多奖项 所以我最初都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会是其中一份子 但是算不算是你人生中一个最大的挫折 我想都可以算是 因为这小孩都不是经历过 裁员的经历 这次都是第一次 非常之路平稳 一路回到香港找工作继续做你的创男 你的123的时候 其实一路以来工作都很顺利 其实都不是完全平坦的 最初我第一份工作在加拿大的时候 做得还可以的 但是因为老板又比较软 比较欺负 整个部门就被人拆除了 炒了很多人 虽然我没有被人炒 不过我那时年少气盛又跟别人走了 第二份工作 老板就生了癌症 部门就禁止了 到就算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都是经历过很多不同 就算不是被裁员也好 比如那时是90年的时候 就进入香港电讯 最初做那些工作的时候 都是做得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生意赚得不够 就把我们调了很多不同的职位 所以最初都有很多的起跌 也都有很多觉得 为什么好像这么不幸运 直到我被调去流动电话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 公司都觉得这个年轻人 都好像做得好 所以就给多了一些机会 但是其实你去到香港 当然你之前都有些风波 可以说 但是去到香港电讯业来说 你读书读哪一个科目 我那时在UT读的 就是在东南多大学 那时就曾经想过读B.com 但是原来它全部是一些计划 我自己很怕计算 所以我就给了 我终于普通读一个 Economics and Geography 所以初一初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不知道做什么功耗 但是后来回到香港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兴趣 可能在市场推广方面 所以我就回到浸会 读了一些Marketing的课程 但是当时读完Marketing的课程 直到你说可以去到电讯公司 创立这个123这个品牌 时间相隔了多久 我就90年的时候 就有机会入香港电讯 就算几快 就在两年左右 那时候就进去做主任 两年左右就升做Department Head 然后再过三年左右就升做总经理 那当时都算是几快的一个 因为我自己都没有想过 因为你说香港电讯公司 是一间很大的机构 是的 当时一万六千亿人 是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刷鞋上的呢 当时被我压力很大 因为刚刚那时候在加拿大 回来 可能会多说一些英文 而我的老板就是外国人 所以他们就会说 立刻觉得 这个人是臭鬼佬的 所以就标记了我 是一个拆鞋子 所以当时我对 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加大 因为我觉得 既然你 一来公司给了一个机会 我要表演给公司看 第二就是 我也都想表演给其他 看死我的人看 就是说 其实我不是靠拆鞋 而我自己都有能力去做些事情 那其实你说的 我现在这样计一计的数 你大学毕业通常都是说 20岁左右 刚刚21岁 那你跟着几年几年几年 你到做到总经理这个位置 其实都没有过30 是呀 没有过30 所以你说被人这样看 不出奇的 那时候就算是 电讯界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总经理 最年轻的一位 但是当时 如果我问回 你自己觉得当时 你有什么优点 而为什么会升到你 去总经理这个位置 一万六千多人 一万六千多人 很多二十多岁 刚刚出来都还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已经做到总经理 去见人 我想几样东西 一来可能自己 从小到大都喜欢 一个挺有趣的人 就是很喜欢问东西 很喜欢学一些新东西 就是我不想 做开这些东西 以后都是这样做 而 rather就是我想试一些新东西 所以如果当你要做一个市场推广的时候 你更加想投入去 试多些不同的东西 那就变成一个創作性 也很重要 第二就是我想那种 有点毅力的 就是觉得 你给这个挑战我 我对我这么快去放弃 我就多辛苦 我都做好给你看 所以可能在这两个东西 加上也有这样的机会 给我去有所表现 所以就有这个姿势 那时候创立了123这个品牌 也都非常之好 因为我自己 我记得我家人都用123的 谢谢 那其实当时 会不会觉得那些飘飘然的感觉 当然了 你见到很多人 会用很多眼光去看 你当然是拆鞋照片 但是你不要管 我是不是都已经坐到这个位置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最初就没有 因为最初真的觉得 我觉得我丢了很多心机去做这些东西 就是由那时候 公司给了一个机会 我去发展1010 都挺有成绩 所以他再给了123我去做的时候 都是自己真的花了很多努力 因为最初我很记得 那时候我们的CEO 就是香港电讯的CEO 他那时候也不批这个项目 他那时候也说 不如你自己去London 那里去表现出来 那时候London也不批的 那时候只不过就是我做了 差几次的表演 终于确定到他 这个是一个 很合理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才去外出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其实自己的努力都在 所以都觉得应该可以吧 所以也不要说很飘飘然 直到可能因为刚才所说的 因为实在对电讯业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以前真的没有想过用电话 就是电话都会有些品牌出来 以前就是公司名就是公司名 而加上就是我们那时候 没有一个PCS的license 但是一个网络可以有1010 和123两个品牌 是用同一个网络呢 其实在全世界都挺大的突破 所以在很多国际传媒 譬如那时候是CNN 或者CNBC 他们都会觉得 为什么香港有一个这样的品牌 走出来 而又这么成功 而那个人原来只有30岁 所以他们就会很想访问我 去了解一下 究竟香港电讯做了什么呢 那时候就开始觉得 是吗 我真的做到些东西吗 那时候才开始想的 因为其实你在说电讯业来说 其实可以说香港来说 是已经走得再更加之 都挺前的 那时候是比起其他国家 绝对 如果你说比起北美洲 是 更加之前线 是 所以 我都能够想象得到 其实一路说回 你不是说那些一步登天的 其实也都 就是因为你始终都真的要花很多努力 都有一些努力的 不是有一些的 你欠虚了 还有你讲的 你可能第二份建议书 你可能都要说真的三十几次 真的三十几次 虽然在你上面的人 是说不太行 你不如自己表演 其实很多人 都会因为这样而却步 所以这一件事 可能就是 刚才你问我的问题 就是可能我有一种 聪明的 就是 我觉得你能够给我这个 计划我去做 我就用我的能力去表演 去证明给你看 这是可以的 甚至我一个人 飞到去London 那次对我来说 这些人生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是 不过你讲的特别的经历 就是当然这些经历 不是很多人都有 突然间可以几年间去到这么高 然后一路去不同的一些行业 都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突然间 一声裁缘 就是我相信 给很多人的感觉 就是说 真的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去面对 但是 我们先去精神 稍后回来 其实我想多一点 更加了解这个内心世界 还有我觉得 作为你的家人 可能面对你这方面的情况 就是他们都可能 要有这样一段时间 要懂得他怎样去做 才能够令到你 亦都希望可以平平稳稳地 去度过你这个人生最大的挫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 继续和这位这么年轻有为的Lambert 继续聊天 刚才你提到 你在123的时候 应该是你准备去呈上这个建议书 给香港的电讯公司的时候 你曾经被人推过30次 递过30次被人推 其实当时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那时候才二十多岁 会不会被人感觉就是 你是不是因为太年轻 和年龄有没有关系 你觉得被人拒绝 你的建议说 或者对某一些同事 是不多不少都有的 因为始终在一个这么大的机构 就是不同的人会看 看别人不同 可能有人会看年资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人 展示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 是不是证据呢 但是 我想对我的老板来说 他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 我们展示的那些建议 就很大的 就是以前没有试过 亦都是因为我们说 是推广一个全新的品牌 由一个香港电讯 推出1010再推出123 是三个不同的品牌 一来 钱的投资很多 二来也很危险的 因为 始终以前1010 是说650元100分钟 但是现在我们说的是 438元100分钟 是同一个网络 但是用两个品牌出 如果那些人知道的时候 每个都走下去 那你就亏了本 那些人的危险是很大 所以那时候的确是 很难去认识老板 是这样拨取的 始终香港电讯 都很靠流动电话的 的收入 所以那时候 都很大的争议 但我想在你自己 心目中就是说 其实你是很对自己 所推出 或者所介绍的东西 其实你是很有信任 很肯定的 对自己很有自信 所以你自己撇除了说 不是因为我的年龄问题 其实可能是因为 你表现那样东西的问题 我想对自己的信心 一定要有 也都是 我想自己也挺相信 讨论的 因为我自己是 讨论背景的 所以我每次 我表现的时候 都会加多些新的元素 去告诉他 证明这个 如果我们的信心 是准备的 或者我们怎么做 一个商业模式 是这样去表现 是一定可以的 那我们是用证据去证明 其实我觉得你的经历 很值得现在年轻的一辈 作为一个借镜 因为很多朋友 你说的三十多次 去表现一样东西 都被人拒绝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我都会放弃 但是